虽然i5的总裁拉加德预期 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在2013年是三速成长 第三速呢就是欧洲 第二速呢是美国最快的成长 是在新兴经济体 也许是中国大陆 但是相较于过去 中国大陆经济目前出现了好几个问题 为大家做出整理 首先中国公布4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PPI连续第14个月下滑 那么降幅高达2.4% 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降幅 反映出包括钢铁 煤矿 玻璃 铝 光电 水泥都产能过剩的现象 也呈现中国大陆目前经济弱复苏的趋势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而中国大陆的海关公布了4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表面出口同比上升了14.7% 但是深入研究 连中国政府都不相信这个数字 他们正在调查这是否香港的出口商 虚报出口数据 然后借以规避外汇的管制可以逃税 那RBS苏格兰皇家银行的经济首席分析师 Louis Kuyers他估计如果剔除香港虚增发票的部分 事实上中国4月的出口增长只有5.7%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而大陆的广交会也呈现出类似的现象 广交会在本周宣布 今年在春天的广交会出口订单同比下降了1.4% 这个讯号显示出来 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开始去平淡 转往柬埔寨越南等东斜国家 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的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本周是上涨了1.87% 但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全球股市都在涨幅的一个状况 那么中国内部比较了解经济的人的看法 是中国新的领导阶层上来 在内部有非常大的经济路线的辩论 有的希望刺激经济发展 这是新的领导班子 但是旧有的经济思维 旧有的经济官僚仍然认为 中国的经济不宜太快 不宜过热 要控制它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两条路线到目前为止 仍然在辩论当中 一直可能要等到下半年 或者欧洲经济更加的恶化 新的经济路线才会全盘的出炉 而目前中国的内需的成长 也不如大家的预期 只是中国现在正在一个 慢慢成长的一个状况 非常谢谢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书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